林卓水被我告发贪污 只有助理被起诉 最近我在整理相关案件 准备对侵害我名誉权力数十次的人 采取进一步的司法行动 相关情形等到判决出来后会公诸于是 不过 我一直记得我2012年1月曾告发林卓水贪污 怎么一直没有消息 今天我打电话去台北地检署 原来他的助理陈慧英于今年4月间被起诉 林卓水逃过一劫 此案案情略为林卓水与其助理利用诈述 将助理薪资以卫造文书手段虚报 然后利用差价来缴民进党每月10万元的公职分摊金 我认为这是贪污 而且林卓水必然知情 三年前检察官传我的时候不知可否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办案 没想到现在只起诉助理 其他案件详情要等地检署通知才能知道 依照今年的新闻报道 林卓水宣称他完全授权陈女申报薪资 退休金 对陈女长期虚报领仪是并不知情 其上缴党部的公职分摊金也是从林个人账户支付与陈女无关 可三年前他接受采访时明明说19万元的薪水并非全是陈姓助理薪资 事实上陈姓助理每个月值零5万元 其他10万元是民进党部分区立为每个月必须上缴的公职分摊金 司法要办到你 林卓水你就改口了吗 我认为林卓水明明之情 助理陈慧英这样牺牲 让我想到陈水扁的陈正慧 我不知道台北地检署为什么会把案子处理成这样 等到相关文书齐全后 我再来判断吧 Blackjack 2015年8月11日 Link 林卓水贪污未造文书告发状 我当年根据以下报道告发林卓水 苹果日报 林卓水助理月薪达19万比部长高退休 可领320万国库全数买单 2006年10月3日 政治中心台北报道民进党立委林卓水办公室 一位陈姓助理日前申请退休 但退休前半年平均月薪19万元 比部长高的薪资意外曝光 8年半的年资净可着领320万元退休金 且由国库全数买单 引发助理工会质疑拒绝为今天举行的立法院助理退休准备经监督委员会背书 打算以不出席方式造成留会 林卓水办公室则表示 陈姓助理也自觉不妥同意撤案 立法院每年编列每名立委30万元的助理费用 并依法为助理编列退休金 这名陈姓助理选择适用劳退休制 18年半的年资计算可请领17个基数 月薪19万元计算可领320万元退休金 其中10万捐党库 助理工会干部表示 到目前为止 申请退休金提领的国会助理案件当中 平均月薪约10万元 因此当工会接到陈姓助理的申退案发现月薪高达19万元 实在难以理解 一名理性国会资深助理质疑 这应该是钻法律漏洞 目的是帮申请退休的助理取得高额的退休金 只要大家都比照办理 退休基金恐怕很快就会破产 林卓水则出面澄清 指19万元的薪水并非全是陈姓助理薪资 事实上陈姓助理每个月值零5万元 其他10万元是民进党部分区立委 每个月必须上缴的公职分摊金 剩余4万元则为办公室助理加班费及兼职助理费 但林也认为 陈姓助理的退休金部分的确应该分开处理 林卓水说 事实上无论难 律部分区立委都面临每个月需上缴10万元公职分摊金 由于必须要有助理身份才能领取公费 大部分立委都直接由助理名义请领 他说民进党部分区立委尤青 蔡英文等人曾提案 请党中央直接提供助理名字入账 但都未被接受 所以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民进党部分区立委田秋景也正式确有歧视 呼吁党中央尽速处理这个问题 栏尾做法合理 国民党部分区立委曾永全 黄德复也说 国民党中央确实要求每个部分区 每个月要上缴10万元 以政治捐款的方式 把钱捐给党部行管会 至于捐款方式 黄德复说他个人是把现金领出来 在话播给党部 曾永全则说 各种方式都有 凌浊水的做法也是合理的 不能说有什么不对 助理19万元薪水用途明细 公职分摊金 上缴党中央10万元 公费薪水 陈姓助理领取5万元 专案助理薪水 另一兼职助理领取15000元 办公室加班费 全部助理25000元 总计19万元 助 陈姓助理担任凌浊水国会助理已有十多年 从1988年3月国会助理开始 试用劳基法至今 8年半的年资 依旧致请领退休金 可领约320万元 资料来源 灵浊水办公室 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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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报薪资灵浊水助理起诉 2015年4月25日2点40分33秒 联合报记者张红业 台北报道 前立委灵浊水被控长期福报女助理陈贵英薪资与加班费 减少自己缴纳民进党部分区利为每月10万元公职分摊金 令图立陈女申请高达300万元退休金 台北地检署认定权案是陈女一人所为 昨天对灵浊水处分不起诉 依诈期最嫌起诉陈女72岁陈贵英是资深国会助理 2006年申请退休 她将退休前半年平均月薪需增至19万元 估计可领320万元退休金 但因薪水比部长还高 引发助理工会质疑 立法院一度退建 陈贵英后来更改月薪 立法院最后合发她160万元退休金 但仍领领90万元 陈女令自2005-2006年间 需报薪资及加班费140万元 共计诈领薪资及退休金230万元 有民众认为陈贵英虚报薪资退休金 是当时不分区利为灵浊水为支付 民进党每月10万公职分摊金 才受益陈女福报 告发灵与陈女贪污诈欺 灵浊水公称所有账务都授权陈女处理 连家用也陈女帮忙管账 她的印章交给陈女保管 陈女请款没经过她 陈女坦承每月薪资仅几万元 虚报薪资与加班费 解方调阅两人账户 发现陈女降诈灵款项用来偿还个人贷款 外界质疑的公职分摊金是从灵个人账户支付 认定灵浊水未设付法